大家好,这是阿福 大家好,这是奥地利的小胡 今天阿福来了我的厨房 他今天教我怎么做他的最喜欢的家 菜 这个菜呢叫Vorsh 俄罗斯语,中文叫罗宋汤 所以我上海丈母娘 还我德国妈妈都喜欢做制导菜 我肯定也很喜欢 你是大族或跑腿? 我是跑腿 我觉得你是大族 压力好大 希望我不给我妈丢脸 所以阿福,我很开心你今天教我怎么做Borsh 在东欧人比较多吃这个菜 在奥地利我们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很多国家有这个菜 我已经学了在上海怎么说上海Borsh 但是上海Borsh和你们的Borsh有些不一样的? 不一样 像我张文亮做的这个罗宋汤 他第一他会用红肠 然后我们要用的是新鲜的肉 我妈一直会用的是猪肉 但是很多人也会用牛肉或者鸡肉 都可以 你们喜欢什么肉就用什么肉 但是我感觉新鲜的 比那个火腿肠或者红肠要好吃 所以在这一段階段我们可以做的 对 对 就是如果你们网上找这些食谱 有很多不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就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代替任何你喜欢的食材 你可以 那我们还要想椰子 然后这个天菜 透 这个在中国好像没有 在欧洲任何地方你可以买这个天菜 对 对 所以说这个第二个区别就是颜色 像我张文亮少的罗宋汤 这个颜色跟这个胡萝卜差不多 就橙色的 但是我们要的Borscht一定要红 所以我们要放那个天椒 番茄汁 还有这个Rote Bete 还有一点辣椒 因为我们今天的Borscht 就有一个中国的twist 第一步我们要接东西是不是 对 对把所有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切成块 或者切成丝也可以 好 所以因为你是跑腿 所以你要切洋葱 哇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嗯 嗯 你要你要揭揭 啊啊啊 啊啊 压力好大 量呢是有一点问题 因为我妈跟我丈母娘一样 都都是凭感觉 而且这个汤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吃到第二天 第三天第四天 第五天到第七天 是最好吃的 所以一定要做一个大锅 然后吃一个星期 在最后一天是最好吃的 啊啊舒服 好两个眼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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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眼睛是多少 我不知道 700度差不多 700度 对 所以你现在 对对对什么都看不到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炒了 我妈一直会用猪油 我会用橄榄油 黄油其实也可以 我觉得我们健康一点 我们是健康版 健康版 你自己 来 哇 好 阿富用了那么多油 我就没有钱了 没钱了 如果你烤 那就是更吃的 啊 听说跟我一起拍 是比出门太高了 对吧 也是出门太高了 那我先开始啊 然后除了这个包菜就是可以像丝一样 就是长一点 你觉得要洗吗 洗不用洗了吧 我是浓痛长大的 反正我们从来不洗的 我们任何东西都没洗 都没洗 对啊 反正你煮一下这个 洗净全部都已经没了 其实我觉得我要再放点油可以吗 还是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 现在刚刚有很贵 我拿可以 我拿我拿我拿 我拿我拿 跑腿 你不要这个 我拿过来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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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涨了两块欧元 这个成本 我发现 我在主汉不是因为工作 是因为我很紧张 你在这里 你紧张什么 我更紧张好吗 因为我妈看到 如果我这个做的事 我这么紧张 有一个这么出名的 明显 在我的图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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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你说 你接这样子 然后你肯定 肯定接你的 你的手指 手指 所以你要这样接的 因为这样你是 接不到 接不到 好一点 这速度也给你吃不着快 OK 现在切肉 肉可以大一点像这种 这种 这种 大块 一厘米 一厘米 就比红烧肉要小一点 就是红烧肉的一半 差不多 我比较着急 你知道吗 好香 哇 然后再放点肉 会更香 你看 所以这个肉 你不要 锅烧肉 不 我们直接炒肉 其实也可以就是先炒肉 但是因为你速度比较慢 所以我们那个 就一起炒吧 这个是汤的 所以也不用有焦焦的那种味道 你知道吗 这个是汤 你工作有点 有点 浪子里 有点脏吗 脏啊 好 大厨 我是大厨 你有什么这个批评我 放进去 好 好 我们两个人都农村长大的 对吧 不要浪费 因为整本已经这么高 对对对对 不要浪费 整本已经太高了 所以现在放水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放水 但是 如果你做很好的汤 你就用浓汤 是不是 对可以自己用浓汤 然后 我们就用 对 改善改善 煮多少分钟 煮个十分钟吧 十分钟 对 好 嗯 嗯 已经非常香了 我们是不是要放盐啊 还是不用放盐 放了那个 对对对 盐应该要放的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放一下那个 番茄汁 好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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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中火再燜个五分钟 五分钟 嗯 好 燜 因为五分钟以后 我们等会再放一下那个香叶 还有那个 再一起煮个五分钟 好 煮五分钟 这个营养成分也很高 很多铁在里面 铁铁 是不是铁铁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我跟你说 你们闷的时间越长又好吃 如果你们比较着急 土豆熟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但其实闷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哇 你们看 所以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很有营养啊 对吧 你笑什么 你看这么多蔬菜啊 还有肉啊 还有土豆啊 是的 非常健康 漂亮 非常适合冬天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拍这个视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煮了二十分钟后 我们的罗松汤 做好了是不是 做好了 对 看起来跟我妈妈的汤一样 我觉得 阿富妈妈会很 骄傲 我觉得我们妈妈会骄傲 让我们吃饱了 我们就要配点面包吃 嗯 而且是 Grau Brot 就是灰色的面包 我告诉你们 在奥地利我们叫这个 Schwarzbrot 黑面包 对 所以 但是我觉得 所有人眼睛视力比较好的人 他们都知道这个是灰色的 哈哈哈哈 而不是黑色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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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这个吃呢 这个也可以搅拌一下 我们细一下 是不是 好 好吃 你可以说多一点 因为这个三个字我可以说 嗯 好好吃 我觉得这是我童年的味道 跟我妈做的 这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相似度 差不多 有一点辣 有点酸 有点鲜 有点香 我是 特别喜欢这个失落的味道 这个失落 这个味道很重要 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是不是 对 下雨 多冷到这里 我们这么浪漫在这里 和阿富可以吃这个罗松汤 觉得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 好好吃已经 对 谢谢阿富 不用谢 来了奥地利 然后教我怎么做 这个非常好吃的 罗松汤 然后 下一次你来 你教我什么 我跟你说 下次我就不来了 因为我 我以为我来你家 我就是客人 你知道吗 没想到我还有工作 下次我们交换一下 然后你给我做一个奥地利的拆词 你已经做过 对吧 我教你一个 我教你怎么做 开刺什么 这个比较 you need some finesse ok ok 需要技巧的 好 好 我们吃一下 看看风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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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好 好 好